現在我引一段大世子菩薩以念佛正德元通的原文 在靈驗經 25位正道元通的大使們 各國在如內面前對著阿蘭與無數比丘 講述他們正元通的經過 其中大世子菩薩以念佛正德元通 大世子法王子與其同倫 即是與其同倫屬 跟著大世子法王子修行的人 有52位菩薩 即從在起頂禮佛足二百佛言 他對著如來這樣說 我亦往識行河沙劫 我在很久很久無量劫以前 行河沙劫以前 當時有一個如來出現在世間 明無量光 叫做無量光如來 十二如來相繼一劫 相繼有十二個如來同一個名 其最後佛明超日月光 最後那個如來叫做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念佛三枚 以念佛正德正定 透過念佛 就是呼吸 他會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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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為亡,如是異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 他說如果有兩個人,一個人經常掛著對方,一個人經常忘記對方 他就會在生死道路當中,一人專益,一人專益 如是異人,經常似見面,但又不認識 這個就很想認識他,旁邊的人走過去,不知道他在哪裏 諸如此類,不見的,或見非見,是異人相亦,異亦念心 如是乃至重生至心,同於形影,不相歪異 第二個,反過來,他說如果一個人掛著對方,一個人不掛著 永遠都會合作 但反過來,異人相亦,如果這兩個人掛著對方 拍拖的時候就知道了 多多少人都好,那個人就看著他 旁邊的人就看著那個人 那麼多人都看不到那個人,是看到他 這些人,那麼多人都看不到他,是看到他 是否異人相亦? 他到哪裏,都在那裏買東西 他肯定要貼上去 為甚麼? 兩者心亦念對方 這個就重要了 二人相亦,二亦念心 他會愈來愈深 愈是乃至重生至生,同於形影 去到哪裏,都看不到他 我們人世間有很多這樣的事例 不用我舉例 不相歪異,好像很自然 他反而不在一起,就覺得他 為甚麼不見他呢?很奇怪 一見到他,是孖公仔 形影不利 好了,接著就講剛才我講的一段 十方如來,連念眾生如無益子 子若逃誓,需益何為? 十方如來,有沒有如來不疼眾生? 原來如來不疼眾生,他不會成如來 如來不渡眾生,他不會攝取佛國 不會成等政國 如來,在《法言經》講的 眾生是如來的根 沒有根是沒有如來的果 一切菩薩修行,不是為自己 為甚麼?他自經知道是假的 有甚麼好為? 我最近講了一部經叫《無量義經》 應該在下個月,11月左右會出到街 我到時希望記一套 這套經很深 《無量義經》是講《妙法蓮花經》 所謂《法花三經之首》 《無量義》 我們看《妙法蓮花經》二十八品 其實沒甚麼講妙法 他在講故事,現象,化成如,方便,壽量品 但是真正《無量義》的法就是妙法 所有菩薩因為知一切是假 但是是假的 悲憫一切眾生,執假當真 所要永處生死 自己的過去父母、兄弟宿伯 全部淚劫長迷 佛就說,你不叫醒,他還有誰叫? 對了,菩薩知假還怕不怕生死? 是假的,怕甚麼生死? 只是拍戲而已 拍戲你叫我成佛便成佛 做魔便做魔 生死便生死 煩惱便煩惱 一出便沒有了 菩薩就是游氣 應化一切身形 但是菩薩永遠知假 這叫做無量義 菩薩無量義從一發生 從無相而生 菩薩悲悯一切眾生 行順眾生,眾生無量 說法無量 說法無量 因為眾生愛慾無量 所舉的義理亦無量 所以稱為無量義 名為一大乘的實相 開拳顯實 這就是實法 一切菩薩共所修學 疾得阿納多羅三妙三菩提的微妙法門 這個無量義很深 我將來有機會 拿一些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裏面所說的一件事 菩薩在當中 全部是以救度一切眾生 將來才會攝取莊嚴的佛國 成就莊嚴的佛身 所以一切如來 他好比一切的慈父慈母 有無如來不疼眾生的? 沒有 疼眾生大到怎樣? 大到可以犧牲一切 所以 十方如來如無益子 但是我們有多少眾生 能夠相應 體會到如來疼我們的心 請問有沒有 多不多? 寧寧可數 當然菩薩 體驗得很深切 羅漢也體驗得很深切 但是我們凡夫一切 生死顛倒的凡夫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都不知道佛是什麼水 為何要相信他都不知道 隨便好的人都離開 雖的都離開 麻煩你 我就會給你一些錢 和我搞定他就算了 我們凡夫的心是這麼想的 對不對? 所以有多少人 真正能夠體會菩薩 愛護子女的心? 好了 十方如來連念眾生 如無益子 子若逃世 須益何為 子女離家出走 媽媽掛著她有什麼用呢? 子若益母如無益時 母子力生不相為怨 當一個子女掛著父母 好像父母掛著子女一樣 是不是兩念相益? 留意一下 這個念佛的方法在哪裡? 是掛著 不是技巧 不是七音、五音 不是什麼音 不是繁音 不是那些技巧 是兩個心連在一起 記住 這個念佛元通的秘密 就是兩個心拿了 若眾生心 益佛念佛 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虛佛不怨不甲方便 自然心開如染香人 身有香氣 此則明弱香光莊嚴 我本恩地以念佛心入無生隱 是不是正元通? 無生隱就是正阿羅漢的 因為念佛也可以正阿羅漢的境地 幾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要知道 香光莊嚴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經常憶念 黏著香氣 沒有多久我全身都很香 我經常憶著佛 是否父母很疼我 我又很疼父母 誠如孝子 念念不忘 那你經常黏著佛 佛來的功德力 是否在你身上? 當知佛來的身口義 能夠淨化眾生的身口義 我們眾生的身口義 經常拿入佛來的身口義 你會怎樣? 全部得淨化 如染香人 OK 甘於此界 涉念佛人 歸於淨土 佛問元通 我無選擇 我沒有選擇的 我正元通只有一件事 就是益佛念佛 益佛念佛自然如何? 都涉六根 六根是什麼? 眼耳鼻舌身意 都涉六根是怎樣? 他自然的 眼耳鼻舌身意 都想著如來一體 他不會是眼睛見到顏色 聽到聲音 鼻人聞到香氣 想了不同的東西 沒有的 全部六根涉到一樣 都是係於一心 這個係於一心 接著是怎樣? 正念相繼 甚麼是正念? 因為我念佛 好像剛才我說的摩洋蔥 有染的念是雜念 無染的念是正念嗎? 連念佛都沒有了 念佛心的分野 那便是正念 甚麼是相繼? 這個念 接著是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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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也正念 相繼 即是甚麼? 禅定成就 那杯水 不再搞了 是嗎? 正念相繼 即是 正念集念 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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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正念 得以延續 那便顯然完通 佛問完通 我就只有這件事 我沒有選擇過 一心念佛 如染香人 自然刀攝六根 自然得入正定 自然得三摩地 思為第一 念佛可以正到完通 念佛可以得禅定三摩地 對嗎? 是否禅定相收? 我們的題目是甚麼? 如何禅定相收? 只有兩個小時 其實很難說 我已經講了很多經 如果要講 就講一個月 細緻講 但因為時間所限 我來美國 只有幾講 我要將它隆隆縮縮 因為很少有人這樣講禅 通常都是用祖師的教法 我不想引祖師教法 我想引佛經講的教法 甚麼是禅? 如果我引祖師教法 很容易落到外道的禅 由我去追 比較境界高低 我不想走這條路 我一講就講到 禅的目的 外道的目的 是由我去追一個境界 佛教的禅的目的 是正化我 沒有一切法 顯現本有的知覺清醒 一定要知道兩大分歧在哪裏 學習大世子菩薩以念佛正德元通 同樣是禅正 我們 現世間能夠禅正到當然好 萬一不得又如何呢? 後面有保險 如果在這個世間 眾生欲求禅定解脫覺悟 當可參學大世子菩薩念佛元通 可以嗎? 可以 如果不可以 若果此生未得元通 即是說你的因緣不是正元通 你貪心來做甚麼呢? 對不對? 那就是求生極樂國土 命中得生極樂情土 一到便上品上生 或者中品上生 因為你這生修過 不用再聽五根 歷七菩提分 你已經成就了 那些已經 可能一去便便 品位不同了 快點 是否很安全 我們修行最重要是安全 不要走錯路 不要狂妄 不要驕傲 我們要歸命三保 不要嚴慈戒行 對嗎? 依照如來所教的法 安立我們凡夫的 嚴守五戒十善 出家解脫的 求解脫的 嚴守戒行 自正其義 得正元通 或者念佛求生淨土 勸進行者 鼓勵大眾一起修辭 大菩薩的 發無量的弘願 行十波羅蜜 發普賢願 處處利落眾生 都以極樂作為依歸 對嗎? 是否很安全 我三根普攝 利頓傳收 不管我凡夫根基 不管我二成根基 不管我大成根基 都能夠安立 在如來所教的正道當中 所以今天我希望 將我自己對佛法的 這方面的體會 和大家好好分享 可能透過這些講義 都會看得不太清楚 給一點時間 大概兩三個月 我會將這些光碟 回去打印 剪接 做字幕 再送給大家 好嗎? 今天時間所下 我們到此為止 多謝師傅 多謝